跟官員之間大家互相尊重 日前國民黨立委翁曉玲 質詢台上炮轟行政院長陳建仁 反質詢立法院長韓國瑜 扮演公道博 要大家互相尊重 不只堅守議事中立 據了解韓國瑜就連藍營立委群組 也未加入 這可讓藍營立委陳玉珍 氣得開嗆 3月21號陳玉珍突然在 藍營立委群組發難開嗆 要求黨團三長 建議韓國瑜加入黨籍立委群組 聽聽我們國民黨立委 對法案的想法 或至少派核心幕僚加入群組 新科立委羅庭委證實 黨內群組對韓國瑜炸鍋 據了解陳玉珍更直接點名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在對藍營法案提出評論前 沒先參考藍尾主張 說出來的話 幾乎都是民進黨想聽的 痛批不要扯後腿 包含徐巧新 羅庭委都出聲力挺 而陳玉珍指的就是這件事 3月21號周萬來 針對總統副立院國情報告 是否急問急答進行背詢 委婉指出 藍白主張確實有違憲疑 形同打臉藍營自家人 那個媒體報導說 玉珍委員提到 那個是在很久以前 我並不認為 他是針對韓院長 或者周萬來 什麼故意沒有再配合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的黨團空前的團結 儘管藍營在國會取得有利息次 期待韓國瑜多照顧 但韓國瑜秉持中立原則 對自家人的情緒 也考驗他的政治智慧 3月參與最後才往台北什麼的